林黛玉的眼泪 作者 于秋雨 嫉妒的起点是人们对自身脆弱的隐忧 天下没有彻底的强者 也没有彻底的弱者 人生在世总是置身于强弱的双重体验中 据我看 就多数人而言 弱势体验超过强势体验 即使是貌似强大的成功者 他们的强势体验大多发生在办公室 会场 宴席和各种仪式中 而弱势体验则发生在取忠人散之后 个人独处之时 因此更关及生命深层 各路宾客都已离开 白天蜂拥在身边的追随者也都已回家 突然的寂寞带来无比的脆弱 脆弱引起对别人强势的敏感 和防范 嫉妒便由此而生 嫉妒者常常会把被嫉妒批判的一无四处 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暗暗羡慕的对象 自己想做的事情 居然有人已经做了而且又做得那么好 自己想达到的目标 居然有人已经达到而且有目共睹 这就忍不住要口诛笔伐 在多数情况下 嫉妒者的实际损失都比被嫉妒者更大 嫉妒时感受机智失灵 判断机智失调 审美机智颠倒 连好端端一个文化人也会因嫉妒而局部的成了聋子 傻子和哑巴 例如从理智上说 嫉妒者也会知道某位被嫉妒者的美貌 但是自从有一天警觉到对方的美貌对自己的负面意义 就开始搜寻贬低的可能 久而久之 嫉妒者对于对方的美貌已经从不愿感受发展到不能感受 应该明白 不能感受了并不是对方的失败 恰恰相反 倒是自身心理系统生了大病 同样的道理 一位诗人突然对别人的家具失去了吟诵快感 一位音乐家在同行优美的乐器中表情木讷 一位导演对着一部轰动世界的影片淡然一笑 一位美术教授在讲述两位成功画家时有点不屑一顾 如果他们只是端架子摆权威 内心方粹味乱 毛病还不算太重 如果他们确实已经因嫉妒而模糊了美丑 麻木了感受 事情就可怕了 那等于是武林高手自费功夫 半条生命已经终结 一切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本应思考如何消除嫉妒 但是我们中国的智者们却常常在规劝如何躲避嫉妒 此为中国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与这种躲避有关 嫉妒反倒成了一个人人都可指责的罪名 直到今天 嫉妒的一方常常被说成是骄傲自大 忘乎所以 而嫉妒的一方则说成是群众反应社会舆论 结果遭嫉妒者缩头藏脸 无地自容 而嫉妒者则义正词言 从者如云 中国的社会观念颠倒过许多是非 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问题上 茫茫九州大地永远有一个以嫉妒为法律的无形公堂在天天开庭 公堂由炉火照亮 忌棍烈阵 败诉的总是那些高人一筹先走一步的人物 下一代的嫉妒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无法预计 我只希望即使作为人类的一种共同毛病 嫉妒也该正正经经地摆出一个模样来 至少应该像一位高贵勇士的醋眉太息 而不是一群赖衣冰冰的深夜混斗 至少应该像两座雪峰的千年对峙 而不是一束乱藤缠绕树干 是的 嫉妒也可能高贵 高贵的嫉妒比之于悲下的嫉妒 最大的区别在于 是否在嫉妒背后还保留着仰望杰出的基本教育 嫉妒在任何层次上都是不幸的祸根 不应该留恋和赞美 但她确实有过大量并非营营狗狗的形态 既然我们一时无法消灭嫉妒 那就让她留取比较堂皇的躯壳吧 使她即便在破碎时也能体现一点人类的尊严 任何一种具体的嫉妒总会过去 而尊严一旦丢失就很难找回 我并不赞成通过艰辛的道德克制来掩埋我们身上的种种毛病 而是主张带着种种真实的毛病 进入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在较高的人生境界上 彼此都有人类互爱的基石 都有社会进步的期盼 即便在激烈的嫉妒也能被最后的良知所化解 因此说到底 对于像嫉妒这样的人类通病 也很难混杂了人品等级来讨论 我们宁肯承受君子的嫉妒 而不愿面对小人的拥戴 人类多一点奥赛罗的咆哮 林黛玉的眼泪 周公瑾的长叹怕什么呢 怕只怕 那个辽阔的而又不知深浅的肮脏泥潭